使克拉父母能够遗弃,杀害孩子的宠物 毁损孩子的玩具,破坏孩子的兴趣爱好,撕毁孩子写的日记和小说 苛扣孩子的压岁钱,勒索,扼扎孩子的工资 所以他们也能被砸了厂子,被驱逐出城 被饿死家中,储蓄,被野鸡银行和烂米楼洗劫一空 下班时间被老板苛扣 自由被防疫政策恶走 使克拉父母连罪减的为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都做不到 又如何能为自己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呢 所以呢,报应不爽,活该